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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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來到 《Chart》右講歐陽記 你好!我是大家的見習主持人 阿金!我是Happy 我是一聲的KH 我是從出江湖的Ever 又來到今集的歐陽記 你看到 多了一個人 多了歡喜哥 你給我講一下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你好像叫我來玩遊戲 是玩?不玩遊戲 那為什麼會... 我就是遊戲 今集不是玩歡喜哥 因為我們上次都說過 我們會介紹一系列的歐式廚油 今集會介紹一個 很具收藏價值的歐式廚油 說明很具收藏價值 作為歐式廚油的收藏家 風力哥當然要坐在這裡 我覺得很不對勁 很不對勁 你聽完你會發覺 你會想入 但不知道能不能入 那阿嘉的時間 你講一講我們今天介紹什麼 我們上次就是 以作者為主軸 為何我們要這樣做呢 首先就是 我們有收藏遊戲 我們去玩遊戲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究竟那隻遊戲是哪間廠 你要認早歸宗 知道它的來源在哪裡 譬如我們現在說 阿Dia 小心一點 其實之前RGG推出了很多 人們說RGG這遊戲 很娛樂、很好玩 其實跟RGG沒有關係 可能也沒有很大關係 RGG即是Ware Grandy Ware Grandy Game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遊戲的媽媽就是 阿Dia的廠 而Ware Grandy 純粹是代理 出不同的語言版本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做這些set collection 我們正在玩做set collection 要知道它是哪一set 你才會收到 開箭不了 才有分數 因為你收到完全存不齊 全都知道 這個set 一會兒說說 真的很難齊 對 所以令我們現在有些桌面 很散斷 那個是不同的 但本身的遊戲都是 也是同色的 對 對 我們首先說一下 究竟如何認回它 是一隻Ieer的遊戲 那一天不要再碰 是 沒有了幾錢的遊戲 對 我們摸一盒Burgandy 對 這盒比較便宜 這隻二百兩就搞定 哈哈哈哈 先說一下 首先很經典 它就是這個封面 就是書的設計 對 給它側面看 對 側面看的時候 有書籍 有一個索書號 對 索書號 這個就是它超級經典之處 對 這隻是多少號 這隻是十四號 這隻是十五號 十五號 十八號 這個號碼越大 代表越近代 價錢相對來說 那你拿一拿 剛才我們叫你不要經常拿起那盒 小心 現在要拿起 這盒我們借回來的 我們任何人都沒有這盒 那你看這盒多好 這盒是二號 二號 你就知道 好像紅酒 追完索廁 這些不得了 那二號 這個系列出了多少盒 現在出到十七盒 十七盒 其實就叫Big Boss 就是Aleah的Big Boss 因為Aleah還有其他小盒的系列 還有一個解決的 他的書籍除了有號碼之外 有一個一定會有的 就是有一個人 對 就是他每一集 都會盡量放一個人 你會看到 這個曾經很多人都說笑了 Youtube Game 封面一定要有一個人 站在那裡 還要是一個 樣子好像很傷心的人 就知道是Long Game 也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就會出了這個笑話 而且他這樣做法 就是你這樣排在那裡 對 很漂亮的 作為一個collector 對 我們會把圖出來 我看圖 我看圖 對 我們有很安慰感 對 不是啊 我還要告告對框 對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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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by 你是不是很想你這個架子 有一顆有齊 這個就是那個遊戲 叫我玩 對 今天就是玩這個setcollection 我補充少少少 其實Alia這間廠 根據我一些小度消息 其實公司的創辦人 他本身在當地出一些家庭遊戲 可能是給小孩子玩 像大Vroom那樣的 很普通的遊戲 而是賣了錢 但是作者就覺得 這樣不能夠顯得我們的品牌 是做得好的 所以他就開了Alia這間廠 專門出一些Euro Game 他就不以賺錢為一個方向 他純粹就是我要出一些經典 即是他要去build up他的品牌 所以當時來說 這間廠他們會選一些 他們覺得是會好 以及會有potential的遊戲 有了這個big box series 其後還有middle box 然後還有small box 好 再加回給Alia 其實想再補充少少 就是這間出版社 它有一個很細心的位置 就是它的規則裡面 每一個在右邊 可以打開 這盒可以打開 這盒可以打開 它在右邊的位置 是 就會有一些Summery的Woods 這個真的很好 很貼心 可能隔了一段時間 你一看就已經知道 怎樣更換 其實這些是很貼心的東西 但是是否在工廠做 一定是 其實他做了這麼久 但也沒有工廠跟他做這件事 對 很少 但是他堅持到這件事 對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 而且你會看到 它真的為ViuroGamer的方向去立 好 我補充一下 你又補充 有一樣東西 我就知道了 這遊戲的版圖 底部永遠都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他們的標誌 對 就是單面印刷的 那再說 你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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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底 那你就打了 一人都說不是 那再說 吸索都是黑色和圓底的 有些不是的 有些是Logo的 有些是紙的Logo 所以我們連封面都認不出的時候 就買回來 再看一看塊板 那你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封面很難吵 抽到乾了 好 正式又起庸 你們兩個 Era說之前 等你們先說 現在Era說了 你不能說了 你們兩個不如各自說 我先 AEA系列裡面 你對他有什麼認識 我講一個 應該很多人都認識的 是嗎 是 就叫波多黎 哇 懂選擇 波多黎 波多黎 這個遊戲 為什麼很多人認識呢 因為它是2002年開始 去到2008年 都是Block Game Geek的評分表 長期 高具第一名 是六年 六年第一名 之後是 誰聽到你 就遲些再說 是 這遊戲 為什麼這麼高排名 其實它中間的 主要的遊戲元素 我相信 可以看這個節目 都應該大致上玩過 很簡單說 最主要的元素 就是 我們要建立一些 資源轉換的 一些 農田 或者建築物 我們要去每一輪 跟其他人選擇 不同的 行動 各個角色 各個角色 現在選擇 各個角色 其他人也可以 跟機去做 你的角色 所以你想想 如果我這一輪 想做A,B,C,D,E 但我選擇哪一個 會更好 而且我又有必定元素 所以這幾個元素合起來 令到他可以走的Path 和我可以做Action 都沒有其他不同 所以有必定元素的嗎? 其實是 我們可以必定一個 開始了 我先做功課 我開過一句 這個節目很害怕 不要亂說 錯了就糟糕了 不是說資源轉換 遊戲由資源轉換 都是敲地堂 哪有資源轉換 不是 課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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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現在有點想出鏡頭 不如我先走 課便分數 課便分和課便錢 要自己選 課便分數 好 我有一點補充 其實波多拿來國 其中一個很經典 就是當時 即是他長年 剛才說的 也有6年 在BGC第一 他當時來說 曾經有人說過 這隻可能 就是最完美的 strategic game 什麼最完美呢 其實不應該用最完美的 這個詞 他當時說 有一個詞 叫做 最精陋 就是這隻game 裡面的 那些mechanics 是沒有東西可以拿走的 因為他當時就討論 如果我想這隻game 再出一個2.0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多了 沒有 那他們會覺得 這隻遊戲已經是 很好原備 還有剛才Happy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沒有說到 其實這隻game 當時的人 覺得很棒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 這個遊戲 除了甜之外 其實所有東西 都是公開的 即是說 你理論上 可以計算到所有的東西 而這也是 我們第一集 也有說 YouTube遊戲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令到這隻game 就有這個特殊的地位 OK 好 想補充一點 就是他這隻game 就是完全沒有 Random成份 就是YouTube遊戲很厲害 他做到很厲害的事情 就是他沒有Random成份 之外 他可以有很多不同 種類的建築 你可以發揮 走很多不同的Path 但是他都可以做到 完美的Balance 你走不同的Path 可能最後都是 一分 很瘋 如果你看回台灣 他有很多文章 就是說 有不同的流派 然後你就會看到 對方有什麼流派 是有很多這些文章 尤其是 那個年代 比較少遊戲 沒有現在這麼誇張 額不及每個月都幾隻 所以那些年代 人們真的會很醉心去鑽言 就會有很多這些文章 都會很懷念 因為那個年代 就是他和Ancora是鬥鬥的 即是他們倆 在這個二和一都回來 那時候很好看 而且他的各式選擇 這個系統 就是禪無古人 也之後很多 很多人跟他 但是跟他有没有一款可以做到这个level 没有,他都是Top 1 他可以跟他抄一点 但是跟到这么完美 跟不到 好,到阿金了 阿金你呢? 好,那我介绍Trylantown 你小心一下 不要那么多 先说一下 有 你想死 Trylantown 好,那Trylantown 算是早期二号 是1999年 1999年 是 这样是2000年的一天出名的 其实这款是差不多 是,这款是随意点 是,这款是绝绝的 OK,继续吧 好,那其实 那刚才所说 其实阿里亚出的 就是叫妈妈 之后就出了很多儿子 那这款呢 就是基本上阿里亚开头的时候 都开始崩起了它的品牌的物作品 因为它是创了一个 的先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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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轻轻说一下 是 其实后面呢 我想大家都可能有些前辈玩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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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是 我是 solicit 是 真的是 他是 就是 是 就是 所以 你 接住 持續 せて 做一次 勇氣 著 是的 因為當年你玩negotiate 可能再前一點就是玩I'm the boss 差很遠 所以就變成這隻 第三個出途就是太基靈 太基靈又出回RK RK又是最拿手的Bidding 他把Bidding放到Area的第三層 但RK每次上集說Bidding三部曲 每次都有變化 但就未說太基靈 這次太基靈在Bidding上有什麼變化呢 就是他這次不是用錢、數字來做Bidding 是用符號 用符號有沒有聽說 用符號來做Bidding 然後他嘗試另一個新機種 Multi Pocker Pocker即是…什麼 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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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就是 你的東西一定要鬥大最大 你做不到最大是沒意思 很小的 他就是玩多重的Pocker 你就是要壓下去 你踩濕了頭之後 你… 洗濕了頭之後 不是踩 你就回不了頭 那就是他這個特色 即是被用往直前 成為了太基靈 第三套曲 第四隻就是Pins of Florence 第四隻就是Pins of Florence 就是這一盒 這一盒有中文在這裡 佛羅倫斯王子 佛羅倫斯王子 佛羅倫斯王子就是另一位大師 我們之後已經會開箱 到時我們才會再正確地回答 對 德文 你要給點譚 你要給點譚 對 那就是另一位超級無理大師 我們之後也會再重點去說 為什麼超厲害 就是由他去操刀 就是出這四隻的作品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他又是玩一個機制 就是這個Occion 就是必定 再加這個Tal placement 對 那這件事就是 在當年來說 兩個機制是合一 來這樣重複 其實是很少有的 是他可以是創 他首先是做這件事 但是他不是這樣混合就算 其實他的遊戲的變化位是很多 所以你看到他在Borgan Grid的排名 其實在這麼多年之後 其實十幾年 十幾年 十六七年 好像差不多 十六 對 都還可以在100位之內 對 他就是玩什麼呢 就是 你是做一個Bidding 然後就Bid一些Tal 出來放在你版上 但他裏面有很多 叫Professional的角色 就是專家卡 就可以score一些工人分 對 就是 就是 score一些工人分 就是 就是 那些Tal 是不同的款式 的Combination 或者就是 這些不同的擺位 就可以去score分 其實 如果你看回 他這個組裝 這裏有沒有 看上去 他的Tal 不是 就是他不是四四方方的 對 有點像近期 那種新作 啊 Fressel 已經有這樣的想法 是啊 是啊 其實是十幾年前的作品 但是到現在 都有一個影響力 對 就是角對角 這樣組裝 這些手法 都做出來 對 還有他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 你score完工人 其實他不是分 他每一輪 是怎樣 可以 他拿了一些Point 之後 其實是變錢 還是變分 變成是你自己選 就是那個自由度 變化位 就是在這裏 究竟要是拿分 還是拿多些錢 去幫助後期 我跑順一點 這個是 真是很創新的 講回家創 他找到這些作家 去想到這些作品 真是 真是很有眼光 真的 很糾結 這些機制 可能有人想很久 可能停一分鐘 就是想這些 要分還是要錢呢 然後到下一個就是 就是Hotty Phority 就是英文 就是那個 但是德文就不懂 就是我們中文 超特別的這隻 超級特別 其實可能沒有什麼人聽過 這隻 是啊 我都是做這個節目 去找回資料 才知道這隻原來是這麼搞笑的 其實這隻就是 玩一個機制 類似包剪鎖 這樣的機制 但是如果你看回到包剪鎖 即是純玩包剪鎖 這個機制裡面 那麼久以來可能有其他作品 但是呢 如果你找回哪一隻 就是這隻 都是一隻 包剪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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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就是卡坦的作者 而出的 即是卡坦作者未出卡坦之前 的前一個作品 而且還拿了SDJ 即是德國年度大獎 這個可以留回卡坦的 卡坦的 我們可以再說多一點 這隻就是拿了 這隻就是1990年的SDJ 所以就超級厲害 因為卡坦的作者是拿了四年SDJ 這隻就是其中一隻 就是古董大獎 那又有一集了 對 這隻簡單說 包剪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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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你去古董展示畫 又有人推出一個小偷卡 或者你推出小偷卡 又推出一個偵探卡 又捉了 即是這個包子特的元素 不過這隻現在是難找的 希望他將會再補充 補充了一次 我只看見他挺有錯 他想找一找一找 補充了一次 但現在還是要補充 所以要再等補充 有趣的,這些經典應該會再補充 好,接著下一個 接著就到Traders of Giornola 就是另一個超級大師的作品 那個大師就是不太懂得讀的名字 是 Woodieger Woodieger Gorn 不懂得讀 他不懂 不懂 Tarotopy Gorn 趕快趕快 有預備一下會比較好 我會剪 Siri Siri 有發聲 對 他有推出過 GOR Las Vegas 伊斯坦寶 那些 很大的 但是他其實就是 一個 又再進化 遊戲 大概又再進化 就是怎樣呢 之前Trader Town 就是完全 free 他這隻也是完全 free 裡面有N 那麼多元素 比Trader Town 多三四倍元素 可以給你交易 對 但是呢 又是沒有什麼限制 對 那麼他玩這個 是 是 每個人呢 每一圈 他有隻棋 是可以走五步的 走五步裡面呢 只有一步是自己用的 有四步就是給別人用的 對 但是走到哪裏呢 那就是你們說的 就是你們去討論出來 究竟 走一步好不好 你走一步 不如你給點錢 我幫你走一步 但是 Happy 又可能想走另一邊 那你出高一點 令你出高一點 對 但他的Trader是一條路 他不是一條路 他其實是一塊Bot 一塊Bot 有很多格 對 你可能那裏有80格 對 去不同的地方 就是比起後期的 輪盤機 就是更加複雜 因為不是一個Dimension 他整個版圖 其實他的版圖 每有不同的位置 就有不同的功能 那你不同功能 你又是score不同的分的方法 你跑回某條分 你就可能想去那一邊 對 大家跑的分不同 所以大家想去的地方都不同 對 變成這個位置 就是他要討論的地方 對 好 接著 下一隻就是 波多尼閣 波多尼閣就是巔峰 已經去到 那巔峰之後呢 對 通常就是 是不是黑歷史 都沒有去黑的 其實都是 都有一些 是不是 這兩隻真的 會不會跟波多尼閣 那麼出名 是有些關係 還是本來 他們那兩隻 老實說 兩隻都未玩 其實那兩隻 一隻就是 討論都未見過 那隻 那隻 什麼大象 什麼 橙毛將 對 Memoth的Hunters 和5th Avenue 這兩隻就是 大家評價比較低的 但是我覺得正正就是 這兩隻評價比較低 就是可以 考驗到 Aleah的吸引力 就是 究竟 這麼低排名 你會不會進去 為了存在這個系列 但是 考驗你的忠誠 對 結果我就進了這兩隻 OK OK 但它是不是都是一些 大師的作品 我們暫時看到 之前 其實Memoth Hunter 是一個大師的作品 其實它是想試一些 新的機制 但是大家就覺得不成功 大家覺得有些 Karrox的成分 就是你可能做了一些 事情很辛苦 但是 人家可能出了一張卡 就搞亂你 但如果你看看Wolf 它的機制是很創新的 是這樣的 就是5th Avenue 就是另一隻 又是一隻 平淡一點的遊戲 沒那麼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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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一隻買完回來 都沒什麼容易用 但它有顆棒 對 就是那個書籤 整個索書號的問題 結果你又會入買 然後經過這兩個低潮之後 就來了 另一個高峰來了 這隻我真的沒有玩過 但我也不知道它這麼厲害 這個是什麼 這隻來了就是 一個出名的Designer 大師就是SFR Steffen Bell 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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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說過 這間廠非常有眼光 一下子就 找到SFR 出遊戲 第一隻出的就是 Rums & Pirates 都是它第一隻 第一隻 第一隻是 第一隻出的遊戲 但未出名 也不是說是它的最巔峰 下一隻就開始是 Nortric Dam Nortric Dam 就開始 SF 有人開始立意它 然後 我再 飛快一點 因為整個系列之後 也有很多隻都是SF 而我們應該有一個專題 是介紹 集中 太精 而令到開始 發光的就是第三隻 SF在Alien出的遊戲 Alien出的遊戲就是龍年 之後就去到 Macau 之後就做到SF的最巔峰 就是 Castle of Burgundy 之後就 用這個機制 再進化的Bora Bora 是不是進化 也是用粒色 我也想問 其實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基本上 Alien之後 都是連續幾隻 都是Stantham Bell 其實 你會覺得 是沒有新星 還是 是 Jerrod 你會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 SF太厲害了 Alien 抓住了他之後 一個金蛋 你不會放他走 其實他已經出得很密 差不多一年 他抓了SF之後 差不多一年就出了一隻 差不多變成他自己的 SF 其實每年 可能出兩三隻 還有其他的 但也留一個 給Alien Alien Alien的好玩 我覺得 Aqua Sphere 老實說 真的 還未欣賞到 對 還有一集再說 對 實有 實有機會 接著 最後一隻 還有一隻十周年版 輕輕說 Porto Rico的十周年版 十六號 十六號 也是唯一一隻 是重複出的 就是這個十周年版 是否連續的 好像有 好像有 我不記得 因為那時候 有啡色合 對 有啡色合 我知道 好 接著最後 十七號 不是人作人十七號 是什麼呢 阿歡喜哥很喜歡的 這個 最後其實就是 女模 女模快遞 她不是喜歡女模 我喜歡做自己 魔女快遞 對 魔女快遞 我想說的是 其實 剛才我講過 整個Alien的主題 他在說的是 他很有眼光 是 他一直發掘大師 神聖 而這個就是 最近幾年 歐式Game 一個比較有名的大師 就是 Alexander Pfister 噢 Alexander Pfister P好像不發音 是的 Alexander Pfister 那 他的一個 我想是 還未成名 那時候 還未成名 因為他成名的時候 是 你覺得 算是哪一隻 叫他成名 你覺得 他還未成名 然後出了這隻 就成名 不是 還是他之前那隻 算不算上門 那隻什麼女模 你家樣 是嗎 是嗎 從我開始問他 哈哈哈哈哈哈 很大壓力 那你說他出名 讓人知道 對 不要緊的 那些現在很出名 很出名 好 那我想說 是Dalia的眼光 現在都是 那他出名 你講到了吧 大西哥 其實不要玩他 其實問題是 看你覺得 孟巴薩算不算是他 他成人 算不算 算不算 但其實我覺得 開始有人都會 他同年出 你不知道他幾時 總之就是 他在孟巴薩爆之前 就已經找到他出這隻 對 對 對 你這樣說 這隻是沒有誠意的 因為這隻其實是 緣音平民 對 之前有一隻 Rishbow的 街洋 然後這隻之後 他有出一隻 卡鏡版 對 三部曲 要暈遲見 但都是出到 Alia那裏 對 OK 那整個是你講完 那 現在S17 這個也是 2年前 我們可以期望一下 看看S18 你猜到S18 我猜到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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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算不算 我猜到 有機會 很大機會 今年 暫時沒有消息 沒有消息 那或者這樣 Aaron 你來個總結 其實總結 就是 至於剛才所說 我們觀望未來 究竟是18號 什麼時候出 因為我們往年見 大約兩年 就會出到一隻 但是 SF 沒有幫他出 之後 然後 速度 就慢了 對 到出現 Room Service 之後 現在隔了兩年 都沒有消息 如果你要再出 就要再下一年 那就隔了三年 所以 時間比較長 明白 那或者 歡喜瓜 又做過總結 我做總結 我做總結 你敢想 不是這樣想 你聽完整個系列 之後你會怎樣 你預計多少預算 是 Aaron 你齊不齊 如果你數每一隻 我沒有那款遊戲 我就齊了 但是 是不是那個版本 開頭 有三隻 三隻 就拿不到 即是四號 就已經是 四號是哪一隻 三號 三號已經有了 三四都有了 都是那個版本 是沒有一二 一二五 如果沒有我就算 我也是 即是你不齊 就不跟 我買了這些 OK 那 好啦 今集來到這裡 下一集呢 下一集我們會說些 下一集我們又嘗試 從作者的角度 好 看看我們下一集找哪個作者 那就 今天來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好 拜拜